美国总统拜登在5号表示 如果共和党前总统特朗普 不参加2024大选 那么自己未必会寻求连任 而另一方面呢 最新的民调就显示 拜登的执政满意度 仅为40% 接近其任内的最低水平 美国总统拜登 5号在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出席竞选抽款活动时表示 如果共和党前总统特朗普 不参加2024大选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寻求连任 拜登强调绝不能让特朗普胜选 路透社引述白宫前官员消息说 拜登私下认为 副总统哈里斯及其他任何民主党人 都无法在明年大选中击败特朗普 因此在4月宣布禁逐连任 在结束竞选行程返回白宫后 拜登又被记者问到这一问题 不过最新民调显示 如果拜登和特朗普再度上演巅峰对决 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和全国层面的支持率都领先拜登 民调还显示 只有40%的受访者认可拜登的执政表现 虽然这一数字较11月略有增加 但仍处于低位 接近其任内最低水平36% 事实上2021年8月份以来 拜登的民众支持率一直低于50% 另外民调指出 美国人普遍认为经济犯罪和移民问题 是当前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些也正是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对拜登发起抨击的领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